互联网影视市场风云变幻 影视公司的创作模式 运动模式也随着变化变革 在市场的推动下 很多编剧一直到单枪匹马和战斗 已掌握不了局势 抱团取暖才是推塔制胜的关键 于是从个人创作模式 逐渐走向了团队创作模式 并且有些团队注册 成为了编剧公司工作室 2016年编剧公司工作室 纷纷迎来资本的蜂拥 据不完全统计 共有十余家编剧公司工作室 获得了融资 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街七检 编剧邦比阿牛巴 举办了第四届中国电影编剧研讨会 创始人杜洪娟也大胆预测 未来十年 编剧公司工作室会占据行业主流 再看到未来发展的曙光 以为万事具备可以安心搞创作时 却忽视了市场 政策等因素有识 也是决定项目成败的关键 近日税改政策如当头一棒 引发行业恐慌 不少工作室叫苦不迭 甚至无奈面临淘汰 如此不堪一击 又何谈创作精品 未来究竟谁能在市场 政策得多宠考验 下逆风翻盘 襄阳而生 只靠作品实力说话 往往是不够倒 想要创作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 天时 地利 人和缺一不可 编剧公司工作室如何未雨绸缪 如何夜观天象 巧届东风 事实证明 兵法定有实用 团战还需讲究技巧 2018编剧邦领事项目策划与开发训练营 已经迎来第三期 创作型公司的运营之道 特别营 通过品牌营销 版权税法 影视项目评估以及投资融资认课程的加持 全方位的提升公司综合势力 探寻科学的运营之道 达到成熟的编剧公司工作室 在行业中立于不败之地 成为影视内容深刻变革的领头军 第三期影视项目策划与开发高级训练营 创作型公司的运营之道 特别营报名方式 扫描下图2维码 进入报名链及 N公司项目合作 KangC01项目 影视宣传合作 Renay0602 编剧经济业务联系 ZQY24680 投稿 YUNYING B-I-A-N-G-U-B-A-N-G-C-O-M 以同步入驻以下平台 今日头条 搜胡子媒体一点资讯 见面企鹅媒体